男人的相机随着绝美的风景咔咔作响,远处自拍的大婶差点掉入大海的画面让她忍俊不禁,伴随着男人浅浅的微笑,一场禁忌爱恋的序幕就此拉开。 智秀是个热爱生活的家庭主妇,她心灵手巧,别人不要的东西,在她的精心设计下总能焕发出新的生机。 然而,丈夫却不懂得欣赏智秀的这些才能,她早已厌倦了与智秀生活在一起,就连结婚纪念日也懒得跟智秀过,还是智秀妹妹看不下去,买了温泉的票让她带着姐姐出去放松下。 丈夫上午有研讨会要开,智秀便独自在周边游玩,卖于大妈不要的铜盆又让她看上了,于是花钱买了下来。 就在她抱着铜盆离开时,再一次进入了道贤的镜头,这时身后的大妈被丈夫追着要钱,大妈跑到智秀身边求助,情急之下智秀用铜盆砸了对方,然后慌张地躲了起来,可蛮横的男人哪肯吃这样的亏,立马抓到智秀要找她算账,道贤看不下去出来制止, 就这样与智秀相识。智秀去接丈夫时与她谈起刚刚难忘的经历,在明只觉得很烦根本就不想听, 因为她的心一直都在另一个女人身上,在明本计划好周末陪世贞外出游玩,现在变成了与妻子一起,这让她很是不满,可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世贞的身影, 原来世贞不满在明丢下她不管,悄悄跟了过来。 智秀看着世贞年轻性感的身体,多少有点自卑的感觉, 却不知丈夫的心早已被对方勾走。在明追上世贞询问她为何要出现在这里, 世贞生气她明明答应周末与自己在一起的,怎么能因为结婚纪念日就毁约? 世贞的生气让在明与智秀相处时更加心不在焉。 她与智秀草草吃过饭后,就出去寻找世贞,看到对方与其他男人在一块。 在明生气的呵斥走男人拉着世贞回到了她的房间。 另一边,智秀洗澡出来却找不到在明,她打电话联系在明,在明谎称李教授生病住院,她现在在医院照顾教授。 智秀独自待着无聊,便打算去医院看望教授,她在服务员的允许下,摘了些酒店的野花去往了医院的路上。 道贤的车突然在半路抛锚了,她不断向路过的车求救却没人搭理她,眼看着荒郊野外车会越来越少。 道贤心意横直接挡住了前车的去路,开车的正是智秀。 她一个女人在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被拦下多少有点害怕,听说对方想搭车后,智秀谨慎地让对方拿出身份证给她看。 道贤将身份证贴在车窗上时,两人才看清了彼此的容貌,发现是白天遇到的男人后,智秀让她上了车。 闲聊中,道贤发现了智秀采摘的野花,觉得她是个懂得欣赏生活中点滴美好的人。 这正是道贤喜欢的类型,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相谈甚欢。 智秀将道贤送到目的地后,道贤送了张音乐剧门票,对智秀表示感谢。 智秀赶到医院后多番询问,却未找到住院的李教授。 他满是疑惑地回到酒店,却在电梯口遇到了在您与世珍。 智秀十分惊讶,一时愣在的原地,世珍却很是坦荡,他按开电梯,张口就编造说在您刚刚将他扭伤脚的母亲背回了房间,自己是特意过来道谢的。 智秀并没有多想,他一向相信丈夫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,只是生气丈夫为何要撒谎称人在医院? 害自己白跑了一趟。 在民谴责他不给自己点喘气的机会,结婚纪念日也不过是一个日期而已,干嘛非要学别人出来游玩? 智秀被在民说得很是委屈,他不过想让两人关系更亲近点,怎么就处处都让他不满呢? 回去后的智秀又回归了以往平静的生活,因为他改装的家太过漂亮,电视台的人前来采访,让他又一次遇到了道贤,道贤身为节目组的导演,对智秀亲手制作的各样东西都很欣赏,可一整天都在忙着拍摄,让他没机会单独与智秀聊上几句。 智秀想留节目组在家里吃饭,这时却接到朋友电话,对方看到了在民与一女人牵手的画面,这让智秀一下慌了神,道贤看出智秀脸色的改变,实相的要带节目组的人离开,可要走时一女同事勿将智秀的手机错拿给了道贤。 道贤回去后才发现拿错了手机,他看着智秀手机里的自拍照,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,可他往自己手机上打电话,那边却一直没人接。 此时的智秀一门心思地放在寻找证据上,他趁在民睡着后,一次次试着在民的手机密码,果然在他的不断尝试下手机被打开了。 里面有很多在民与视针的相片,想起在温泉与电梯间与视针相遇的画面,智秀只觉得太过讽刺。 可他一时又想不到如何处理这件事,只能忍着难受继续为在民准备早餐,等在民上班后,他整个人缩在床角思考着该怎么办。 这时门铃响了,道贤地上手机说明来意,智秀慌忙地到处帮他找手机,等他找到后地给道贤时,却因为一整晚的精神内耗晕倒了。 道贤立马背起智秀,将他送到了医院,智秀在医院醒来后,道贤想联系在民让他过来,却被智秀拒绝。 道贤看到智秀光着的脚,想起出来匆忙没帮他拿鞋,便去了商场帮智秀买鞋。 道贤开着车回医院时,却在公交站台看到了智秀,智秀穿着医院的拖鞋,独自坐在那里流泪。 道贤虽不知智秀发生了什么,但这一幕让他很是心痛。 他没有说任何话,而是主动上前帮智秀穿上的鞋子,随后开着车将智秀送了回去。 道贤回到家后,看着智秀的照片傻笑,可想起智秀白天流泪的画面,脸上的笑意立马转变成了担忧。 事真因为工作上的是来找道贤,道贤看他项目没做任何改变,而是妆容化的更漂亮裙子穿得更短了,这让道贤很是讨厌。 自己昨天已经明显拒绝了他的方案,不要以为今天化了漂亮的妆,自己就会妥协,有那个空不如用在改善方案上。 事真从未遇到这样不拿自己当回事的男人,顿时对道贤请了征服欲。 女人为了照顾丈夫放弃高薪职业做了12年的家庭主妇,现在丈夫却说从未爱过他,想与他结束这段没感情的婚姻。 智秀没想到丈夫这么绝情,可他不想离婚,于是找到事真想让他主动退出,可事真见到他后没有丝毫愧疚之情, 事真表示自己很忙地上名片后,让智秀有事先提前向自己预约,智秀没想到他这么嚣张,气愤打掉名片。 事真弯腰剪名片时却看到了智秀颤抖的手,知道对方是软柿子后,他让智秀有本事去管好丈夫,而不是找自己纠缠。 说完这些的事真骄傲地扬长而去,独留智秀自我怀疑,可对他来说家庭像生命一样重要,为了保住自己的幸福,低声下气哀求那个女人又算什么。 怀着这样的心情,智秀呆坐在长凳上等着事真下班。 也不知过了多久,当事真端着咖啡站在窗前眺望时,却看到了楼下的智秀,他顿时有了负罪感,于是联系在明,让他尽快过来将智秀带走。 智秀越等越觉得自己可悲,正在他心灰准备离开时,在明却赶来拉走了他。 回到家后,在明谴责智秀是不是疯了,怎么能不理智地去找事真的麻烦,智秀还想劝他回心转意。 表示只要他回来,自己就会既往不救。 在明觉得他不可理喻生气地离开,心烦地他找到好友东芝将自己想离婚的想法告诉了对方。 东芝觉得在明脑袋进水了,在外玩玩就算了,怎么能放弃智秀这么好的女人。 这时道贤赶来听到了两人的谈话,东芝向道贤介绍,他前几天拍摄的那个房子就是在明的家,道贤这才知道原来在明就是智秀的丈夫,想起智秀昨天流泪的画面,道贤瞬间明白了原因。 他在回去的路上一直想着智秀,多么自信快乐的女人,却被丈夫伤得忧郁起来,不自觉开始心痛起智秀。 智秀自从被道贤拒绝后,整日脑袋里都是道贤的身影,为了拿下对方,他为自己之前的态度道歉,并拿了音乐剧的门票邀请道贤一起看。 道贤想到他曾送了一张同样的票给智秀,便去付了约,可到达后却不理智秀,一直东张西望寻找着什么。 智秀打包好行李响,外出散散心,上了公交却翻出了道贤送他的票,于是便去了音乐剧现场。 入场后道贤继续寻找着智秀的身影,终于被他看到了,他高兴地过去与智秀打招呼,却看到了对方满是泪痕的脸。 智秀尴尬自己的迥样让人看到,便离开了座位,道贤关切地跟了上去。 世珍看到道贤离开的身影也跟了上去,他生气道贤,太不拿他当回事,怎么能招呼也不打就这样离开。 道贤跟出智秀让他不要为难,人难免有心情不好的时候,这时更需要朋友的陪伴。 为了安慰心烦的智秀,道贤带着他喝酒放松心情,喝醉的智秀不再在乎面子,肆无忌惮地哭了起来。 道贤看着这样的智秀太过心痛,他想帮助智秀却感觉无能为力。 次日智秀酒醒后,约出世珍求他主动离开在明。 智秀想不明白他为何这样,难道都没有愧疚心羞耻感了。 在世珍看来,在明的心从来没在智秀身上过,所以不能说是自己抢走了在明,而是在明终于找到了真爱。 世珍表示要不要离婚是他们两人的事,希望智秀不要再将自己牵扯进去。 说完,这些的世珍潇洒地离开,而他留下的那些刻薄话,如同刀子一样刻在了智秀心上,让智秀痛得呼吸不过来。 道贤背着醉酒的智秀,劝他离婚吧,在明不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 智秀感觉到了道贤对他的在意,可两人年龄相差太大,让他压根不敢往那个方向想。 不过智秀已对在明失望头顶,他找到在明表示可以与他离婚,但前提是世珍必须亲自跪下向自己道歉,否则自己就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 智秀就是想看看世珍不能转正,他能与在明维持多久这种地下关系。 在明发愁该如何说服智秀签字,却不知世珍正计划着与他分手,世珍在与道贤的相处中,渐渐被道贤吸引,可道贤似乎对他不感兴趣,这让世珍很是苦恼。 当他问起道贤那天为何丢下自己不辞而别时,道贤坦荡承认了自己当时碰到了喜欢的人才会那样。 世珍听到这话心凉了一半,他还不知道贤喜欢的人正是被他伤害的智秀。 智秀正在打扫卫生时接到了道贤的电话,之前在智秀家拍摄的视频已经在电视上播放了,他想请智秀吃饭表示感谢,智秀见到道贤后很是拘谨,他总觉得道贤看他的眼神太过炽热。 吃饭期间道贤向智秀讲了很多道理,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吃饭,照顾好自己,智秀说自己比他年长很多。 这些事情不需要他吩咐,没想到道贤却表示,就算年龄相差十多岁,两人也是可以相爱的。 这话让智秀很是生气,他认为道贤是在拿他寻开心,虽然两人已比较熟悉,还是警告道贤以后不能开这样的玩笑。 没想到道贤却说,道贤的话让智秀愣住了,他反应过来后拿出提前准备的钱,表示这是道贤前段时间给自己付的医药费与买鞋子的钱,这让道贤很是伤心。 他对智秀是真心的,不希望智秀有任何心理负担,智秀从未被人这么在乎过,道贤的真挚吓得他赶紧躲上了出租车。 可道贤却不灰心,在车后喊着让智秀有烦心事都可以找自己述说。 车上的智秀感觉太不像话了,两人年龄差距那么大,怎么可能。 世珍去找道贤,发现他独自站在那里发呆,开玩笑称道贤像个私春少年,道贤直言自己遇到了喜欢的人,但对方似乎对他没什么感觉。 这话让世珍觉得自己有了希望,于是让道贤考虑下自己。 道贤直言他对世珍不感兴趣,让世珍不要再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。 被拒绝的世珍很是火大,道贤说他是个随便的女人,深深刺痛了他的心。 为了平复自己的伤心,他约出在民吃饭,两人打算去下个地方玩时,在民才想起他将重要的文件放在了家里。 听说智秀回了老家照顾在民的母亲,世珍便提出了去在民家看看,在民拿了文件要离开时,世珍却不肯走。 蹉跎后世珍刚出门,正好遇到了突然回来的智秀。 自己还没离婚,丈夫就将他带回了家,这是多拿自己不当回事。 气愤的智秀想追上世珍暴打他一顿,世珍心虚的快步向外走,前几天他还一正言辞的狡辩道。 智秀没打到世珍很是生气,他只能回家里查看,却在床上发现了别人的头发,这可将智秀气疯了。 他歇斯底里的质问,在民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,怎么能在女儿即将放学的时候做这样的事。 智秀被气到胸闷气短,他现在恨死了在民,一刻也不想与他多呆,于是开车逃离了那个家。 一路上他猛踩油门急速狂奔,却甩不掉自己的烦恼。 于是来到了酒吧喝酒,可酒精也无法麻痹他此时的痛苦。 醉意朦胧忌他想到了道贤,那个懂得心疼他,劝他离婚,说会默默守护他的男人。 此时的道贤也正在想着智秀,领导将难得出国的机会让给了他,这要换之前他肯定欣然答应了,可现在他放不下智秀。 这时酒吧服务员打来电话,智秀喝醉了让道贤去接,道贤接到智秀后要送他回家,却被智秀拒绝,智秀说他需要道贤,希望道贤能陪陪自己,也许是太痛了想要缓解,抑或是想报复在民。 就这样智秀将自己交给了道贤,道贤以为这将是他与智秀的开始,没想到醒来后智秀却失踪了,只留下了一张道歉的字条。 清醒过来的智秀满是后悔,可是已至此他清楚自己与在民回不去了,便火速回家与在民离了婚。 之后又找到中介,要将现在住的房子卖掉,等他走回家时,却看到了道贤,道贤联系不到智秀很是心慌, 他想知道智秀不辞而别是什么意思。 智秀没说自己离婚的事,而是承认自己利用道贤报复在民,还让道贤以后不要再联系自己了。 道贤最讨厌随便的女人,他没想到自己喜欢的智秀会是这种人,无法接受这一切的道贤,接受了领导的出国安排。 在民将自己离婚的好消息告诉世贞后,世贞却很是惆怅,他感觉自己已经爱上道贤,想与在民提分手却开不了口。 道贤出发前去好友家做客,正好遇上了世贞,得知道贤后天就要离开,世贞一下子慌了,他想挽留道贤,道贤表示自己被情所伤,想要出国散心。 世贞不想这样错过道贤流下了眼泪,他回到家后却看到在民提着行李在门口等他,得知在民要搬来与自己住,世贞彻底慌了,不过他喝了口水后很快镇定了下来。 世贞直接告诉在民,自己不能与他在一起,不是因为将他搞离婚感到愧疚,而是现在自己已不再爱他。 世贞表示刚开始让在民爱上自己很有成就感,才会与他在一起,可现在在民为了自己离婚,让他觉得很烦。 在民没想到自己信以为真的爱情,不过是世贞的一场游戏罢了,他恨世贞的薄情,也恨自己的天真。 道贤出国前在智秀家门口徘徊了一晚,他在劝自己放下智秀,也在心里与智秀做着道别。 另一边,喝醉的在民来到世贞楼下大闹,痛斥他怎么能这么玩弄自己的感情。 世贞虽很愧疚,可他更担心的是道贤明天要离开的事。 想到道贤即将离开,世贞一整天心神不宁,最终他觉得自己不能没有道贤,追去了机场。 两年后,道贤带着世贞一起回国,此时的两人已成为夫妻,道贤虽不爱世贞,但母亲离世前想看到他成家,他便承诺会对世贞好,娶了一直追着他的世贞。 女人来电视台面试,不料面试官却是曾被他拒绝过的追求者,智秀想起两年前与道贤发生的一晚情缘,就尴尬的想马上离开。 说是面试,可智秀坐下后,道贤却问起了他现在与丈夫的关系,智秀没说自己早已离婚的事,只回答了句还好,听到这个的道贤有点气愤。 他看过智秀作品后,质疑他当了十多年的家庭主妇,可能会不适应这份工作。 智秀以为他是在为难自己,生气地转身离开。 事后道贤也发现自己有些情绪化,凭良心说智秀的能力还是不错的,于是让助理通知智秀面试通过,谁知智秀却拒绝了这份工作。 这让道贤陷入了纠结,他恨智秀当初利用自己,又期待能与智秀成为同事。 思考过一夜的道贤找到智秀,问他为何要拒绝这份工作。 道贤表示自己欣赏智秀的才能,才会用他,若智秀想继续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,自己就先离开了。 智秀辩解自己早已不做家庭主妇,顺口即将说出离婚的事却验了回去。 道贤离开后,智秀质问自己有什么好怕的,不就是与他一起工作,随后看到镜子里朴素的自己。 智秀懊恼今天怎么没好好化个妆,转而异想自己是不是有毛病,为何要在乎自己再到闲心中的形象。 次日智秀去电视台报道,道贤拿节目资料给他时,将自己与世贞的合照调了下来。 道贤心虚地收起了合照,说不上为了什么,他就是不想让智秀知道自己结婚的事。 可世贞在开会时打来了电话,介于有智秀的存在,道贤说话时很是谨慎,同事却错将着看作他对老婆的温柔, 夸赞道贤有个很漂亮的老婆,智秀虽有些失望,可毕竟两人现在是同事关系,失落情绪很快一闪而过。 下班后,世贞来接道贤,此时智秀还不知道道贤的老婆就是破坏他家庭的第三者,好奇地转过头回望,可距离太远只能看到个背影。 世贞带着道贤去好友家做客,期间好友接完在民电话后,向大家聊起了在民。 道贤好奇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婚的,得知是在他出国前就离婚了,道贤心情跌到了谷底,随后东直骂起那个破坏在民家庭的狐狸精,这让一旁的世贞坐立不安。 另一边,在民又来找智秀求复合,为了经常有机会与智秀见面,他已搬到了智秀所在的小区,可不管他如何讨好智秀,智秀就是不肯与他复合。 回去后的道贤与世贞个怀心思,道贤遗憾现在才得知智秀离婚的事,若是两年前就知道,自己娶的人会不会就是智秀。 世贞为自己害在民离婚的事感到愧疚,同时他也害怕在民说出自己就是那个狐狸精,万一道贤知道了他的过去,肯定会与他离婚。 他本就不爱世贞,当初娶世贞不过是为了给即将去世的母亲一个交代,道贤本想婚后与世贞慢慢培养感情,可智秀的出现打乱了他的想法,每次与智秀一起工作时,他的心总是会不自觉追随智秀。 发现这一点的道贤很是懊恼,心烦的他却将火气发到了智秀身上,埋怨他陈列的餐具太单一,被骂的智秀蹲在路边暗自伤神,这时路过的同事不小心将他的篮子踢翻,餐具碎了一地,智秀边道歉边慌忙地收拾餐具,道贤看到智秀这么卑微很是心疼,本想上去帮忙智秀已提着东西离开了,想到智秀提那么重的东西回去肯定很辛苦。 道贤开车追出去,主动要送智秀回家,路上道贤故意问起智秀,提这么重的东西为何不要老公来接他,智秀扯谎称老公有事出差了,道贤气愤地将车开到路边质问智秀还要隐瞒自己多久,明明两年前就离婚了,为何不早点告诉自己,为何要让自己错过他,让自己现在像傻瓜一样的懊恼。 道贤越说越伤心,他谴责智秀不该利用他的感情,智秀没想到道贤对他这么深情,可是已至此一切都回不去了,便提醒道贤两人现在是同事关系,工作以外的是不要提。 说完这些的智秀生气地下了车,然后打了辆车匆匆离开了。 智秀回去后,在明又来找他求复合,这次他跪在地上诉说着离婚这两年自己有多痛苦,希望智秀能再给他一次机会,可智秀一直没忘记在明对自己做过的那些过分的事,就连现在见到在明,心里还会隐隐发痛,怎么可能继续与在明生活在一起。 在明却觉得智秀心软,复合只是早晚的事。 道贤回到家后,世珍告诉他自己工作室已经装修好,下个星期就可以开业了,道贤只简单地嗷了一声作为回应。 这让世珍很是不满,都结婚这么久,道贤对自己的事从来都不上心,世珍质问他究竟要多久才能忘掉初恋。 世珍的歇斯底里让道贤有些自责,他主动找到世珍想道歉, 屋里的世珍已经在懊恼了,他害怕自己这样发脾气道贤会受不了他,所以没等道贤开口说抱歉,他就软了下来。 曾经随便玩弄别人感情的世珍,从未想过有天他竟会在婚姻里如此卑微。 道贤想努力爱上世珍,可他总觉得与世珍相处起来很累,世珍为与他商量,就将母亲留给他的很多东西都扔了, 理由仅仅是与家里的装修不配,这让道贤本想靠近的心更加疏远。 另一边的智秀因为道贤白天说的话一直心神不宁,他不想让道贤因为他的存在痛苦,便想辞掉这份工作。 女人在商场闲逛,突然看到了曾经破坏他家庭的第三者,听世珍与服务员说衣服是给他丈夫买的。 智秀心中五味杂陈,自己因为他的插足离了婚,他却满脸幸福,毫无影响地嫁人了。 智秀害怕世珍看到他过得不如意,赶忙离开了,可刚进电梯,就看到世珍走了过来。 世珍看到智秀后毫无愧疚之色,还转过头淡定地与智秀打了个招呼。 智秀一刻也不想与世珍多待,电梯打开后他赶忙走了下去,没想到世珍却叫住他说。 智秀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,过去被伤害得一幕幕又涌上了心头,顿时感觉全身力气被抽空,心中有说不明的悲哀与空洞。 这时道贤开车路过,看到了独自难过的智秀,发现智秀状态极其不好后,他联系世珍,取消了一起吃饭的计划,这让世珍很是生气,最近道贤已经多次放他鸽子,让他不得不怀疑道贤对他的感情。 道贤将智秀送回去后,回去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大妈辛苦拉东西的场景,瞬间想到了同样辛苦的智秀,于是托朋友找了个卖二手车的,自己先付了一部分钱,想介绍给智秀让他买下。 可他还没开口,智秀却向他提出了离职,因为前两天道贤说的那些话,让智秀意识到曾经伤道贤有多深。 他向道贤道歉,想就此消失让道贤忘记自己。道贤看着智秀离开的背影,心中百感焦急,其实他并不生气当年智秀利用自己的事,而是懊恼错过了智秀,心烦的道贤喝得鸣顶大醉地回到了家。 是真担心道贤的身体,早起帮道贤做醒酒汤,可做好后却发现道贤已经出了门,打电话过去,道贤表示自己有事要办,其实是来找智秀了。 道贤来到智秀常去的花室等他,劝智秀回去继续工作,现在他要自己养家,这份工作又是他喜欢的,放弃的话比较可惜。 道贤表示他已原谅了智秀,以后两人只是简单的同事关系,不会让他再难堪,智秀确实需要这份工作,便同意了道贤的说法。 次日他与道贤是吃过需要推广的饭店后,道贤带他来到了二手车行,智秀一眼就看中了道贤推荐给他的车,价格便宜,性能还好。 隔天他去付钱时,却听到了老板与道贤的通话,得知是道贤在暗中帮自己,智秀没有付钱就离开了。 他找到道贤,提醒他已经结婚,不要再对自己生出半分怜悯之情。 智秀表示他的家庭就是被别人插足破坏的,他不想道贤的妻子因为自己的存在受伤。 道贤明白他的想法,承诺以后不做任何越界的行为。 他们做的第一期美食直播节目很是成功,同事们正准备去庆祝时,是真提着好吃的钱来看望道贤,大家都夸赞他漂亮贤惠,一旁的道贤脸色却没一点喜悦之情。 这时智秀从洗手间回来,看到一个陌生的背影站在道贤身旁,从同事们的谈话中他已猜到了对方的身份。 智秀调整情绪正准备上前与其打招呼,这时却看到了对方的脸。 这不就是当年插足自己家庭的坏女人吗? 智秀一时不知该如何面对世贞躲了起来,他觉得毫不公平,凭什么曾经践踏自己尊严的女人能嫁给道贤这么好的男人,而自己却被他害得离了婚。 智秀心中有太多的委屈与不满,可他怕见到世贞后会像泼妇一样忍不住打他,只能躲在外面避免与他见面。 世贞本是来与道贤一起庆祝他们新节目开播的,可道贤心中一直藏着智秀,害怕世贞见到他后发现自己的心事,借口这是他们部门内部的聚会,不让世贞参加。 世贞对此很是不满,这时同事过来称找不到智秀了,洗手间也没有,可他的大衣与包包还没带走。 道贤猜测智秀不想面对自己妻子躲了起来,担心他在外面受冷赶忙出去寻找,世贞看着道贤慌张的样子起了疑心,从未见他对自己这么伤心过。 智秀在外面游荡了很久,感觉时间差不多了他才回去,得知大家在等他去聚餐,心情不好的智秀表示自己不舒服,不想去参加,大家因为等了太久智秀没了心情,约定下次再聚。 道贤以为世贞不想与自己走得太近,追上去解释自己清楚智秀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,所以他会把握好分寸,智秀没必要因为这个躲着自己。 智秀只觉得这一切太讽刺。 世贞气愤地回到了公司,他想起刚刚道贤丢下自己出去找同事的画面,就觉得道贤对那个同事太重视,这使得他好奇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。 智秀因为在外面待了太久,回到家就生病了,次日道贤看到他迟迟没来上班,担心他又不敢主动问,于是托了同事联系智秀。 得知智秀生病后,道贤去超市买了很多水果与肉类,可他不敢登门拜访,便又托同事送了过去。 同事回去后告诉道贤,智秀很是憔悴,道贤担心得恨不得马上冲到智秀家,可又不敢表现得太明显。 同事向他八卦起智秀的生活,之前他们去拍摄过智秀的房子很漂亮的,现在不知什么情况,智秀与母亲挤在一间小房子里,可能是离婚了吧,道贤听到这些很是心疼。 智秀一整天都心不在焉,他越想越觉得道贤与那个同事不是普通的关系,于是借口自己工作室也需要装饰,想让道贤将他们公司的装饰师介绍给自己,道贤借口对方很忙,一口拒绝了。 这反而让世贞更加好奇,为了见到对方,世贞提议请道贤的同事们来家里做客,又被道贤一口回绝,世贞不肯罢休,悄悄请了道贤的同事,让他们一定要叫上装饰师,还借口要给道贤一个惊喜,希望他们暂时替自己保密。 智秀接到同事的邀请电话本想拒绝,想到做错事的又不是自己,有什么好害怕的,于是答应了下来。 道贤回到家看到同事们很是惊讶,可又不好当场与世贞吵架,只好忍了下来。 世贞担心装饰师不来,让同事们催催,这时门铃响起,世贞高兴地跑去迎接,门开后却惊呆了。 世贞害怕智秀说出自己曾经破坏他家庭的事,吓得腿都软了,担心自己慌张的神情被别人看到,世贞躲到了房间,可他转念一想,智秀刚看到自己时一点也不惊讶,难道早已知道自己就是道贤的妻子? 饭桌上世贞一直保持着警惕,大家询问起世贞与道贤在一起的过程,世贞没说出他追道贤追到国外的事,而是谎称两年前道贤对他一见钟情,害怕出国后错过他,认识一个月就向自己表白了,后面两人就一起出了国,大家都为两人的爱情故事感动。 道贤与智秀却都很不舒服,因为两年前道贤在追的人是智秀,而彼时的世贞正在与智秀的丈夫在一起。 饭后,智秀来到世贞房间参观,看着世贞与道贤的合照他心中五味杂陈,道贤这么好的男人,为何要娶世贞这样的女人? 难道他早已知道世贞的过去却不介意? 这时世贞走了进来,他质问智秀进自己房间干嘛。 智秀出去后表示自己还要接女儿就先回去了,道贤想向智秀解释刚才的事,提出去送智秀, 世贞则害怕两人单独相处,提出了他去送。 智秀委婉地拒绝了两人,离开前却眼神复杂地看向道贤。 出去后的智秀陷入了纠结,道贤对自己的好不像是假的, 如果自己贸然将世贞的过去告诉他,他肯定会受伤, 可就这样放过世贞、智秀又做不到。 次日一早,世贞醒来就看到智秀送的花已被道贤插入了花瓶, 他本想扔掉,却又害怕道贤生气。 下午世贞与助理来到花店选花,助理刚好被智秀昨日送的那种花吸引, 世贞好奇地问起这种花的花语是什么。 世贞觉得智秀这样是在向自己挑衅, 从智秀同事那里要来了智秀的电话,约他见一面。 智秀不再胆怯,他像世贞曾经对自己那样对世贞, 表示自己有会要开,若世贞想见自己,就在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咖啡店等自己吧。 世贞来到咖啡店,饮料喝了一杯接一杯, 却不见智秀的身影,突然智秀在寒风中等他的画面在脑海闪现, 原来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报复自己。 这时智秀姗姗来迟,他本以为世贞害怕过去那些事被自己曝光, 前来求自己原谅,没想到世贞没一点歉意, 还理所当然的质问智秀为何不与在寒复婚, 自己很早就与在寒分手了。 智秀觉得世贞不可理喻,难道他已经忘记了与在寒是怎么伤害自己的? 世贞强调他从来没教苏过在寒离婚, 再说那些错事都是在他婚前做的, 就算寒贤知道了也不一定会影响两人的婚姻, 反而可能因此将智秀开除。 世贞觉得可笑,怎么报复, 智秀都这么老了,难道还想去勾引寒贤? 世贞不相信那么老的智秀能竞争得过自己, 却不知多年来丈夫一直惦记着智秀, 另一边抛弃智秀的在寒也后悔了, 他给智秀买了辆车, 想让智秀原谅他曾犯下的错。 智秀将钥匙还给在寒, 谴责他太不要脸, 被世贞抛弃了又回头来找自己, 是把自己当做垃圾回收站了吗? 在寒忏着自己的过错, 离婚后他才意识到智秀有多好。 在寒希望智秀能看在女儿的份上,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 智秀第一次见在寒流泪, 竟有些不知所措。 世贞在帮道贤脱衣服时, 发现衣服上的扣子要掉了, 可他急着接电话忘记了这事。 次日世贞想起扣子的事要帮道贤缝时, 却发现扣子已经缝好了。 得知是智秀帮忙缝的后, 世贞心里十分不屑, 他是打算用这种方式勾引道贤吗? 可转头又忍不住气到贤不懂得避嫌。 世贞公司创业典礼这天, 道贤在酒会上遇到了与在明共同的朋友东芝, 听东芝说在明已将女儿与丈母娘拿下, 前几天又给智秀买了辆车, 估计用不了多久两人就会复婚了。 听到这些的道贤心情跌到了谷底, 他不想让智秀复婚, 可又有什么立场阻拦呢? 这时旁边的同事有事要通知智秀, 打电话过去却得知智秀的车子在半路抛锚了, 道贤连个招呼都没与世贞打, 就跑去帮智秀, 看到智秀的破车他就来气, 道贤不知这车是智秀自己买的, 一路上说着车子的坏话, 等从智秀口中得知车子是他自己买的后, 道贤的心情瞬间变情, 他问起智秀是不是要与在明复婚, 智秀说这种事不该他管, 又瞬间让道贤的心情糟糕起来。 世贞得知道贤去找智秀后很是生气, 虽然同事解释是因为智秀离婚让道贤生了怜悯之情, 可是真能感觉得到道贤对智秀的事情都很上心, 世贞本想对回来的道贤发火, 可还是忍了下来, 晚上他躺在床上问道贤爱不爱自己, 道贤却反问他爱自己吗? 世贞觉得自己爱惨了道贤, 不然也不会追到国外嫁给他, 可在道贤眼里, 世贞这种并不是爱。 世贞看来他为了与道贤在一起, 整日伤心难过, 这怎么就不是爱了? 道贤的态度让世贞心凉了一半, 辛辛苦苦追求来的婚姻, 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, 东直约了道贤喝酒, 道贤赶到后却看到在民也在, 在民说着他最近与智秀的进展, 智秀本来心里就只有自己, 而且又是个心软的女人, 只要自己死缠烂打, 他肯定拗不过会与自己复婚的, 道贤想起了智秀过去流泪的画面, 当时的智秀难过的都活不下去了, 现在渣男轻轻松松几句话就想与他复合, 道贤实在态气忍不住与在民吵了起来, 在民听不下去给了道贤一拳, 两人就此扭打起来, 世珍正在想着道贤昨晚与他说的话, 突然接到东直电话, 道贤在警察局需要他去捞人, 世珍感到后看到在民也在惊呆了, 他以为在民将两人的过去告诉了道贤, 道贤才会与在民打起来, 世珍曾经破坏在民家庭并将他抛弃, 现在根本不敢出现在在民面前, 更何况此刻丈夫就坐在在民身边, 世珍一直没出现, 东直便将两人捞了出来, 世珍看到在民离开后, 本想上前叫道贤, 道贤却打车离开了, 世珍奇怪车子不是在往家的方向开, 便跟了上去, 看到道贤在陌生的地方下了车, 世珍本想追上去叫他, 却又看到在民的身影, 世珍好奇道贤来着干嘛, 难道已经知道了自己与在民的过去, 缓过神的世珍想找在民, 却不见了他的身影, 没带手机的在民找了个电话亭约出了智秀, 智秀看到道贤受伤的脸很是紧张, 智秀疑惑他大晚上叫出自己就为说这事, 表示这个不该道贤管, 道贤清楚自己没有立场管, 但还是想劝智秀找个伤心时能依靠, 开心时会分享, 懂得珍惜他的人, 而不是在民这种需要他做家务的人, 道贤后悔两年前没有弄清楚智秀的状况就出了国, 智秀害怕道贤说出更浓烈的话, 推开了他, 事已至此两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, 遗憾难过也改变不了什么, 回到家里的道贤看着智秀过去的照片难过, 发现世珍进来他赶快收了起来, 世珍早已发现他有个锁着的抽屉, 一直想知道里面放着什么, 于是趁道贤睡着后悄悄来到了书房, 正在他想办法开抽屉时, 道贤却走了进来, 道贤对世珍这种想窥探自己隐私的行为很是生气, 结婚前世珍承诺过不干涉自己的, 世珍记得他过去说的话, 可现在道贤对自己太冷淡了, 他不想再过这种只能得到道贤躯可, 却得不到他的新的日子, 自日世珍从冬职老婆那里得知, 道贤与在明昨天是为了智秀打的架, 这让世珍百思不得其解, 道贤与智秀只是同事, 他为何要替智秀出头? 好友猜测道贤可能因为智秀离婚, 觉得他可怜生出了同情, 世珍将智秀要勾引道贤报复自己的事告诉了好友, 难道智秀是想利用道贤的同情心勾引他? 这让世珍有些后怕, 道贤确实是个富有同情心, 且善良的人。 另一边同事们商量着这次一起出差, 去旅游区考察的是, 智秀因为道贤昨晚的话害怕与他相处了, 在这样下去自己对道贤的感情会无法控制的, 便拒绝了这次出差。 可临出发前, 一同事肚子疼, 另一个又要送他去医院都不能参加。 智秀临危受命跟着道贤一起去了旅游区, 世珍联系不到道贤, 便打到了同事那里, 这才得知道贤是与智秀单独出去的。 之前他还觉得道贤不可能喜欢智秀, 可就这些天的观察, 道贤对智秀很是上心, 害怕两人孤男寡女发生点什么。 世珍赶忙驱车前往了景区, 可他赶到后, 道贤正好与世珍刚离开去了下一个景点, 世珍便马不停蹄地又追了过去, 正在他担心是不是又错过时, 却看到了智秀的身影, 此时智秀也看到了世珍。 可这一场景让他想起两年前, 世珍坐在在民车里无视自己的画面, 便没与道贤说世珍的存在, 让道贤开车前往下个景点。 世珍眼睁睁地看着道贤开车载着智秀离开, 他追在后面, 嗓子都喊哑了, 车子却没有停下来, 反应过来的世珍明白这是智秀在报复自己, 赶忙又驱车追了上去, 可一路上他心烦气躁, 几次差点与别人相撞, 世珍明白这样下去, 自己可能会出车祸, 便停下车来给智秀打电话, 智秀看到是世珍的来电, 直接将手机关了机, 这可让智秀抓狂了, 眼看天色已黑, 世珍便来到警察局, 要到了当地所有酒店的地址, 打算挨个挨个地寻找。 然而此时的道贤将智秀带到了一家民宿, 智秀拿着换洗的衣服出去洗澡, 却与道贤相遇, 本就互有感觉的两人, 在这种暧昧的气氛下更心神不宁, 道贤时刻刻制着自己的感情, 他给世珍打电话想缓和下情绪, 此时的世珍刚接到同事电话, 明天一早有文件要提交, 他只得放弃寻找, 火急火燎地回去加班, 一路上他脑海里都是道贤与智秀不堪的画面, 为了摆脱这种惶恐不安的情绪, 世珍将音响声音调到最大, 根本没注意到响起的手机。 道贤看着智秀房间的方向露出了笑脸, 即使不能与他在一起, 可就这样守护着他, 道贤也能心花怒放。 次日一早, 道贤将智秀带到了一个公园, 两年前他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到处开满野花的地方, 当时他就想着总有一天要带智秀来走走, 现在虽然是冬天没一朵花盛开, 可道贤却想让智秀看看这里一个牌子上课的字, 短短的几句文字, 禁诉着道贤对智秀的喜欢。 智秀能感受到道贤对他的爱, 可也时刻紧记着两人间的不可能, 于是转移话题要帮道贤拍照, 两人像一对刚恋爱的情侣边走边拍, 享受着难得的惬意。 在民在智秀店门口等他, 看到道贤送智秀回来后很是惊讶, 他俩怎么走到了一起, 想起道贤那天与他打架的场景, 瞬间明白了些什么, 可他转而又担心智秀知道道贤就是世贞丈夫后会受不了, 于是拖了朋友挖智秀, 想让他换份工作。 道贤回到家后就看着世贞坐在沙发上生气, 世贞质问道贤为何看见了自己还要开车离开, 道贤觉得他不可理喻, 跟踪自己已经很过分了, 竟然还不信任自己, 将自己想得这么龌龊, 这样的婚姻让道贤感觉很是压抑, 世贞也发现自己太激动了。 是啊, 凭道贤的品行绝不会做出那么荒唐的事, 可他就是控制不住的会胡思乱想。 智秀接到电话去新公司面试, 对方称看过他节目后觉得他很厉害, 想挖他过去, 智秀害怕继续与道贤相处下去会不可收拾, 也想换个地方工作, 于是同意对方考虑下, 可就在他离开时, 却从员工口中得知, 老板是受在民主托才挖他的, 这让智秀不免有点生气。 道贤去洗智秀在公园帮他拍的照片, 老板猜测道贤的照片肯定是爱人给他拍的, 因为照片上的道贤看起来太深情了, 满眼都在说着我爱你。 老板的话点醒了道贤, 他这才意识到了自己对智秀的感情有多么强烈, 于是有了想与世贞离婚的想法, 可等他回到家世贞却准备了一桌子好菜, 让他一时开不了口, 世贞听好友说有了孩子夫妻关系就牢固了, 于是精心准备想与道贤生个孩子, 可道贤却在计划着怎么与他提分手, 纠结在三后道贤来到了世贞身边, 说有重要的话要与他说, 世贞以为要说昨晚的事, 先示弱抱住了道贤。 世贞万万没有想到, 他的报应来得这么快, 两年前他抢走智秀老公让对方伤痛欲绝, 现在自己的丈夫竟爱上了智秀, 这是多么讽刺。 世贞不甘心, 道贤怎么能这么容易就被智秀勾引走, 他都这么大个人了, 连同情与爱都分不清了。 现在的世贞太痛苦了, 他害怕智秀也爱上了道贤。 道贤清楚他这样对不起世贞, 所以想说出来与世贞一起商讨解决方案, 世贞要痛苦死了, 这是要商讨吗? 摆明是想与自己离婚呀。 道贤也想爱上世贞, 可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, 他后悔那么轻率地结了婚, 希望两人都能静下心来想想, 他们的婚姻到底能不能幸福, 世贞要疯了, 他没想到有天智秀真的将自己夹住在他身上的痛苦还给了自己。 为了挽回道贤的心, 世贞压着怒火做回了自己贤妻的形象, 可送道贤出门后, 他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。 道贤见到智秀后热情地与他打招呼, 智秀却变得很冷淡, 他想与道贤划清界限, 不想让两人之间的暧昧继续发酵, 这让道贤有点苦恼, 世贞来找智秀想与他聊聊, 智秀还有工作要忙, 就让他在外面等。 世贞看到智秀出来后, 正准备去找他, 却看到了在民的身影, 在民这是来接智秀下班吗? 难道两人要复婚了? 这时道贤追了出来, 看到在民也在他顿时有些难过, 可智秀看到道贤后招呼也没打, 带着在民从道贤身边走过, 这让道贤很是痛苦, 站在原地久久不能停赴, 世贞将这一切看在眼里, 看来道贤是真的爱上了智秀。 在民还不知智秀已知道了道贤的老婆就是世贞的事, 他劝智秀辞职去其他地方工作, 智秀不是不想换工作, 而是讨厌在民这样干预自己的生活。 晚上道贤搬到了书房睡, 这让世贞更是慌了, 自己若再想不出办法挽留道贤, 两人可能会走到离婚那步。 世贞查看日历, 发现明天就是两人结婚纪念日了, 他想给道贤个惊喜, 挽回道贤的心。 在民劝说不动智秀, 便联系了世贞, 让他想办法将智秀弄得离职, 那样他不堪地过去, 就不会曝光出去。 世贞表示智秀早已知道了他与道贤的关系, 没说就是为了报复自己。 在民没想到一项温柔善良的智秀会变成这样, 世贞添由加醋地称智秀这样说明他还没放下在民, 心中有爱才会有恨。 听完这些的,在民直接找到了智秀, 表示自己会治疗他内心的伤痛, 他这么老了就不要去诱惑人家年轻小伙了。 智秀被在民的话气到, 他要赶在民离开, 在民却不肯, 拉扯中在民不小心将智秀推到, 让智秀在慌乱中划破了手。 智秀太生气了, 他让在民立刻从自己眼前消失, 在民感觉到了智秀的愤怒, 只能先离开。 正在智秀收拾残局时, 道贤打来了电话, 智秀实在是太委屈了, 声音里忍不住夹杂着抽气声, 道贤听出来后很是紧张, 扔下工作就要赶过去看智秀。 世珍准备好了纪念日惊喜, 他来接道贤下班, 却看到了道贤慌忙的身影, 于是开车跟了上去, 却看到道贤带着受伤的智秀走了出来。 这刻他再怎么安慰自己, 心里也明白道贤对智秀有多在乎。 智秀包扎好伤口后, 忍不住问道贤为何结婚, 现在的他也后悔当初放走了道贤, 道贤没听出智秀话里的情绪, 表示有机会会与智秀说明。 道贤回到家后, 世珍坐在沙发上等他, 谴责他怎么能忘记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日子, 道贤想安抚情绪失控的世珍, 可世珍却喋喋不休, 竟说出了他今天跟踪道贤看到的场景。 道贤生气, 他怎么又跟踪自己, 这样不被信任的婚姻真没必要过下去, 眼看到贤就要说出离婚那句话, 世珍识相地服了软, 次日他主动找到智秀, 拉下老脸向他求情。 求他不要再为了报复自己勾引道贤了, 智秀表示他压根什么都没做。 智秀虽有点吃惊, 但很快恢复了淡定。 世珍终于体会到了当初智秀的感受, 但他向来不服输, 表示要将智秀勾引道贤的事告诉道贤, 这哪能威胁到智秀, 就不怕道贤知道他坐山的过去。 世珍清楚他讨不到好处先离开了, 路上他想起了智秀曾经求他的场景, 世珍现在完全懂得了智秀当时的心情, 可他一向要强怎么能轻易被智秀打败。 为了挽回道贤的心, 世珍表示他会遵守婚前与道贤的约定, 不干预他的事, 不抢求他爱上自己。 道贤没想到自尊心强的世珍会说出这样的话, 这更加让他觉得这段婚姻没有继续的必要, 于是约出世珍, 表示两人的婚姻这样继续下去只会彼此痛苦。 道贤承认有智秀的原因在, 但更主要的是两人不合适。 世珍无法接受, 他痛斥道贤与其他男人一样, 爱上了别人就要离婚。 世珍质问道贤难道忘记了他的初恋, 不是说一辈子只会爱初恋一个人吗? 怎么现在又爱上了智秀? 道贤怕刺激到世珍, 不敢说出智秀就是他初恋的事, 只是强调自己是有苦衷的。 道贤表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决定, 智秀根本不知道, 希望世珍不要找智秀麻烦, 是他对智秀一厢情愿, 就算离婚后智秀不接受他, 他也会守在智秀身边。 世珍没想到自己输得这么惨, 他慌张地来到好友家诉说自己的委屈, 好友建议他将自己与在民的过去告诉道贤, 说出智秀报复他的事, 可是真不敢, 他打算与道贤过一辈子了。 万一说出后道贤接受不了他该怎么办? 世珍无奈, 又找到了在民, 劝他想办法让智秀离职, 在民已经联系过智秀, 对方称他根本没有要报复世珍, 所以希望世珍以后不要再为难智秀了。 世珍无奈说出道贤已经爱上智秀, 现在要与自己离婚的事, 若在民现在不帮他, 道贤离婚后一直缠着智秀, 那他与智秀也会很难复婚。 在民也害怕这样的事发生, 找到智秀问他到底有没有故意勾引道贤, 智秀不想理他, 在民便说出了道贤要与世珍离婚的事, 世珍也是没想到, 若道贤真的离婚了, 那自己不就成为了过去最讨厌的那种人? 在民没发现智秀的情绪变化, 一直在他身边喋喋不休, 让他尽快离职吧, 将来道贤知道被他利用后, 肯定会恨他的。 智秀表示他没有利用过道贤, 看智秀严肃的表情, 在民似乎明白了什么, 难道智秀也爱上了道贤, 智秀不回答, 让在民确定了自己的疑惑。 在民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, 之前他认为智秀一直爱着自己, 不肯复婚只是没放下心结, 现在他爱上了别人, 在民满心只有懊悔。 世珍回去后告诉道贤, 他是不会离婚的, 就算这样纠缠一辈子, 他也不要将道贤让给智秀。 智秀认为道贤这样与伤害他的前夫一样, 不负责任, 道贤想解释他的婚姻与智秀的不一样, 可同事们都在等着他开工, 他只能撇下智秀等空余时在与他聊。 道贤人虽在工作场地, 心却一直纠结着智秀刚才的反应, 他抽空出来给智秀打电话, 对方却没接。 智秀也十分心烦, 他不想做破坏别人家庭的坏人, 可又忍不住听了道贤的留言, 道贤开车回去的路上一直心事重重, 一不留神没注意到对面驶来的车撞了上去。 夜里已经睡下的智秀想起他们还有电话会议要开, 打电话过去, 却从同事口中得知道贤出了车祸, 现在还没有醒来。 智秀立马跑去医院查看, 因为太过心急没看到已醒来的道贤。 智秀以为道贤伤得很重, 焦急地挨个床位地寻找道贤, 没找到道贤,却遇到了受伤的同事, 智秀担心地询问道贤现在什么情况, 女同事指了指身后, 智秀这才发现道贤, 道贤一直跟在智秀身后, 看到他为自己着急很是开心, 智秀却因为紧绷的贤突然松开眉站稳倒了下来。 另一边, 侍珍回到家后, 发现道贤没在, 便想翻他锁上的抽屉, 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, 可等他打开抽屉后直接惊呆了, 里面全都是智秀的照片, 翻看后面写的日期, 竟然有两年前拍下的, 原来两人很早之前就认识了, 世贞这才意识到道贤念念不忘的初恋, 原来就是智秀。 道贤表示他与世贞分手, 不是为了与智秀在一起, 是因为两人的婚姻本就有问题, 即使没有智秀他也会与世贞离婚的, 所以希望智秀不要自责, 道贤希望智秀能等他, 不要轻易回到前夫的身边, 智秀早已爱上了道贤, 现在只是无法在道德上说服自己, 道贤回到家后, 发现书房乱做了一团, 世贞将他保存的照片都撕了个稀碎, 世贞歇斯底里地询问道贤, 为何不告诉自己智秀就是他的粗略, 道贤表示一直都是他在暗恋智秀, 当时在民谣与智秀离婚, 那时智秀就像活在地狱里, 自己想帮助他, 可他却不愿接受, 对智秀来说家庭很重要, 道贤看不到希望才无奈离开的, 世贞没想到, 自己敬视着其中最大的一份助力, 若他没破坏智秀的家庭, 是不是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, 无法接受这一切的世贞回到房间, 将他与道贤的结婚罩砸掉, 世贞不想让他的婚姻就这样结束, 他要想办法挽回道贤, 一定有什么方法能够留住道贤, 这时世贞为了犯起一阵迷信, 正在他发愁, 不知该怎么挽留丈夫时, 却发现自己怀孕了, 世贞没有立马将这个消息告诉道贤, 而是表明自己不会同意离婚, 虽然两人结婚时没有爱情, 但他相信总有一天道贤会爱上他, 道贤拜托世贞不要这样, 他们离婚根本不是因为智秀, 世贞却不理他先回房间了, 随后世贞约出智秀询问他现在是不是很开心, 一切都在按他的计划进行, 道贤果然爱上了他, 并要与自己离婚, 智秀不想与他废话, 问他约自己出来干嘛, 世贞继续自顾自话, 智秀将自己曾说过的话都还给了自己, 现在他终于知道智秀当时的心情了,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就是自己与道贤离婚, 然后智秀再抛弃道贤, 智秀表示他从来就没报复过世贞, 只是撂了几句狠话而已, 世贞却不相信, 为了不让智秀后面的计划成功, 他绝对不会离婚, 世贞认为智秀当初选择离婚是自尊心太强, 而自己不一样, 自己的家庭比自尊心重要, 所以即便智秀去了自己家, 做了自己曾伤害过他的事, 自己也不会离婚, 世贞鄙鄙视智秀爱着在眉, 却不能放低底线的行为, 这让智秀很是无语, 他直接告诉世贞, 听到这些的世贞疾疯了, 他举起手想要打智秀, 却又克制情绪收住了, 世贞让智秀不要做梦了, 他是绝对不会让智秀与道贤在一起的, 在眉自从知道智秀爱上道贤后整日萎靡不振, 这日他来纠缠智秀, 质问他怎么能喜欢世贞的丈夫, 那样关系不是乱套了, 智秀不想理他, 甩开他就离开了, 在眉无奈又找到了世贞, 让他做好心理准备, 自己只有对道贤说出两人的过去, 才可能让道贤与智秀断了联系, 试真感叹两人现在怎么都变得这么卑微, 他告诉在明, 道贤与智秀两年前就认识了, 两年前道贤就爱上了智秀, 道贤想讨好智秀的女儿, 他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女孩, 询问他这么大的孩子都喜欢些什么, 小女孩给了他建议后, 他高兴地离开, 等来到智秀店里后, 才发现刚刚遇见的小女孩正是智秀的女儿佳音, 因为刚刚的接触, 佳音对道贤也不排斥, 这让道贤很开心, 看来佳音不会成为他们在一起的阻碍, 佳音拿着道贤送他的MP三项外婆炫耀, 这时在明进来听到了他说的话, 他气愤两人进展怎么这么快, 赶忙找到智秀, 质问他与自己当年有何区别, 道贤都还没离婚, 两人就这样, 不怕佳音知道后受伤吗, 智秀不觉得自己有错, 当年他与世贞比自己做得过分多了, 在明无奈约出道贤, 告诉他自己那天说的都不是真心话, 在明后会伤害对他那么好的智秀, 智秀是个善良的女人, 如果道贤为了与他在一起, 而与世贞离婚, 即便以后与智秀在一起了, 智秀也会因为伤害到别人而内心饱受折磨, 所以如果道贤真的爱智秀, 就放他走吧, 道贤告诉在明, 他不是为了与智秀在一起才离婚的, 就算智秀重新接受了在明, 自己也不会再回到世贞身边, 道贤回到家后, 世贞告诉他自己去见智秀了, 他再一次告诉道贤自己是不会离婚的, 让道贤快点将智秀忘掉, 道贤告诉世贞, 即使没有智秀, 自己也会与他离婚的, 两人本就不合适, 在一起很难幸福, 如果离婚后自己不能与智秀在一起, 他也会将智秀放在心里, 一辈子默默地爱下去, 世贞没想到道贤这么深情, 为了挽回道贤, 他只能使出自己的绝技, 拿出了自己在医院拍的必钞, 世贞看到道贤为难的样子很是生气, 世贞建议道贤带着自己出国生活, 这样有利于他忘掉智秀, 也有利于自己养胎, 道贤太震惊一时, 无法接受, 他让世贞先出去, 给自己点时间考虑下, 世贞气愤地走了出去, 他担心万一孩子也拴不住道贤该怎么办, 道贤看着必抄罩流下了眼泪, 为什么自己想与智秀在一起这么难, 在明叫出东直喝酒, 他想不明白智秀为何会爱上别人, 东直分析了他们四个人的情况, 怎么说也是在明与世贞有错在先, 现在这样也只能怪他们当初做得太过分, 喝醉酒的在明来智秀门口大闹, 智秀害怕他吵到邻居, 将他带到了公园, 在明利用女儿威胁智秀, 他若与道贤在一起, 自己就抢走女儿的抚养权, 让智秀以后再也见不到女儿, 智秀想不明白, 这么无耻的人, 自己怎么会和他在一起生活了12年, 世贞说他肚子里有宝宝, 需要特别照顾, 让道贤每天都接送他上下班, 道贤清楚这是自己的责任, 便答应了下来, 世贞看着如此听话的道贤很是满意, 随后他找到智秀, 将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他, 智秀有点难以置信, 是真让他去找道贤确认, 反正两人迟早要分开, 自己不介意他们分开前多见几次, 智秀狼狈不堪地离开, 这让他本就有些羞耻的心, 更加饱受道德谴责, 路上智秀停下车, 想给道贤打电话确认, 想到道贤此刻也在饱受煎熬, 终究还是没播出去, 智秀失魂落魄地来到公司, 却看到了魂不守舍的道贤, 本想上前打招呼, 还是忍住了, 他现在估计不想面对自己吧, 世贞下班后, 发现道贤真的来接自己了, 这让他很是开心, 虽然道贤现在看起来很是痛苦, 但只要将他留在身边, 世贞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忘记智秀的, 路上世贞好奇智秀, 知道自己怀孕后与道贤说了些什么, 道贤生气世贞为何将这事告诉智秀, 他气愤地将车停在路边, 谴责世贞太自私, 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, 世贞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, 道贤不想与他吵, 将世贞送回家后, 转身就出去找智秀, 道贤向智秀道歉, 自己本想先整理好思绪, 再与智秀一起商量这事的, 智秀觉得其他的自己都能忍受, 别人的误会, 女儿受到的打击, 但他不可以与一个孩子抢爸爸, 道贤求他不要一个人做决定, 智秀的爸爸就扔下了他与妈妈, 他不想接受扔下孩子的人, 更何况他也不想养别人的孩子, 所以希望就这样与道贤结束, 妻子为了断掉他与智秀的联系, 想要带他出国生活, 道贤需要点时间考虑下, 世贞却用肚里的孩子威胁他, 若不能尽快与智秀分开, 自己就不让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上, 道贤觉得这样的世贞太可怕了, 世贞才不在乎道贤怎么想他, 只要能留道贤在自己身边就行, 两天后就是道贤母亲的忌日, 世贞想回去跟道贤一起张罗, 却被道贤拒绝, 可是真想做个好儿媳, 没有婆婆的帮助, 两人也不可能结婚的, 可即日这天, 世贞醒来后, 却看到了道贤留下的纸条, 因为觉得世贞怀孕不方便, 自己就先走了, 正在世贞生气的想要追出去时, 好友前来找他, 原来道贤离开时, 拜托好友照顾下怀孕的世贞, 好友那么世贞怎么就突然怀孕了, 前段时间不是还嚷嚷着想要孩子, 道贤不肯配合吗, 世贞没心情回答他这些问题, 一心生气道贤怎么能丢下自己, 好友回去后将这事告诉了老公东直, 东直转头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在民, 世贞怀孕道贤不与他离婚, 那么在民就可以与智秀复婚了, 可在民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多高兴, 他有些担心智秀, 智秀不是一个轻易会爱上别人的人, 想必他现在肯定很难过吧, 在民猜测的没错, 智秀一个人躲在店里暗自伤神, 在民看着这样的智秀很是难过, 道贤回到家却看到世贞在喝酒, 他夺下世贞的酒杯, 谴责他怎么能不顾肚里的孩子, 世贞拿着他粘好的智秀照片, 质问他是不是还没忘记智秀, 道贤生气他又翻自己的东西, 世贞却不依不饶, 要求道贤拍摄完这次节目后, 就跟着自己出国生活, 不然自己就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, 世贞的压迫让道贤很是痛苦, 偏偏世贞还要求他明晚就给自己答复, 智秀在会议上宣布了自己即将离职的事, 还表示已提前与道贤打好招呼了, 道贤清楚智秀这么做的用意, 叫出智秀告诉他, 道贤表示之前让智秀等, 是因为自己有信心给他幸福, 可现在能为智秀做的, 也只有放他走了, 道贤希望智秀能活得开心, 做真实的自己, 智秀也祝福道贤能成为一个好爸爸, 两人将这次见面当作最后的分别, 都压抑着情感, 真诚祝福着对方, 晚上世贞问道贤考虑的怎么样了, 道贤却反问世贞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妈妈, 世贞表示自己很辛苦, 他想先听道贤的决定, 道贤想给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, 在他的认知里, 孩子只有在爸爸妈妈互相相爱的环境里, 才会幸福, 可道贤没信心与世贞相爱, 世贞没想到道贤会做出这样的决定, 要自己生下孩子后, 再与自己离婚, 然后再带着自己的孩子与智秀生活在一起是吧, 道贤让他不要总把智秀拉进两人的问题里, 自己打算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的, 世贞却不相信, 道贤这才知道, 世贞就是当年破坏智秀家庭的人, 这么说当初世贞追求自己时, 还同时与在民在一块了, 这样的世贞让他觉得太可怕了, 道贤想去书房静静, 世贞却不依不饶, 追上来告诉道贤, 智秀是为了报复自己, 才故意接近他的, 道贤彻底头都大了, 他想找到智秀, 问问他究竟有没有利用自己, 另一边, 佳音将智秀骗出店, 非要他带自己去买东西, 等智秀再回到店里时, 里面已布满了蜡烛, 这时在民出现问他喜欢吗, 在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戒指, 表示智秀不需要马上给他答复, 在民一直认为智秀可以重新接受他, 在他的认知里不管自己犯了什么错, 智秀都不会不理他, 在民从未想过智秀有一天会爱上别人, 他清楚智秀一时半会接受不了自己, 但还是想传达下自己的心意, 这时道贤赶来, 看到了两人一起温馨的画面, 他竟不敢上前打扰, 在民清楚智秀现在要忘记道贤很辛苦, 正是这样自己更不能放弃他, 智秀想知道他求婚是不是因为需要自己, 在民没有正面回答, 而是表示自己会成为智秀需要的人, 他们的女儿也需要两人, 听到这些的道贤默默离开了, 次日智秀找到智秀, 表示自己已将两人的过去都告诉了道贤, 这次来是想结束这段孽缘, 智秀首次为过去的错误向智秀道歉, 智秀说着就跪下了, 他求智秀放弃道贤, 智秀拉起智秀告诉他, 自己已经与道贤说清楚不再联系了, 智秀已辞掉了电视台的工作,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, 智秀不明白, 既然这样, 道贤为何还执意要与他离婚, 想不明白这一切的智秀失魂落魄地离开了, 智秀也不明白道贤为何还要与智秀离婚, 这时道贤找上了他, 道贤询问智秀为何不早点将与世贞的过去告诉自己, 智秀疑惑他难道没听世贞说吗, 自己是为了报复世贞才接近的他, 道贤清楚智秀不会利用自己, 智秀却一口咬定, 自己就是故意接近他报复世贞, 虽然中间被他动摇过, 可自己的本质就是在向世贞报复, 道贤让智秀不要说自己又不是傻瓜, 他是什么样的人自己能不清楚吗, 智秀不想给道贤任何希望, 告诉他即便他与世贞离婚, 自己也不会与他在一起的, 说完这些的世贞扬长而去, 智秀的最后一期节目, 道贤一直盯着屏幕里的智秀发呆, 他清楚两人之间有跨不过的间隙, 自己不可能对世贞肚里的孩子置之不理, 而智秀不可能接受这个孩子, 节目结束后, 道贤最后一次送智秀离开, 这时世贞赶来看到了两人, 看到道贤依依依不舍宋智秀离开的样子, 世贞满心都是疑惑, 于是找到道贤, 问他既然坚持要与自己离婚, 为何还要放世贞走? 道贤谴责世贞太自私, 从不为别人考虑, 所以他不会明白自己的做法, 晚上喝醉的道贤回到家, 世贞质问他既然这么痛苦, 为何没留住智秀, 为何不直接跟他说让他抚养两人的孩子? 道贤可以接受智秀的所有, 可他孩子的母亲是世贞, 道贤怎么能抢求智秀接受这个孩子? 道贤称他相信总有一天还能与智秀相遇, 不管等十年还是二十年, 他都会一直等下去, 最后道贤撂了几句狠话给世贞, 世贞这才明白了道贤有多爱智秀, 他思考了一晚,最后拿着臂抄罩, 当着道贤的面撕掉, 告诉他自己没有怀孕。 道贤因为这个孩子与深爱的智秀提了分手, 现在却被告知孩子不存在, 这不是在玩自己吗? 世贞解释他太爱道贤了, 才会想用孩子绑住道贤, 本想带着道贤出国生活后, 再慢慢将真相告诉他, 没想到即便有孩子道贤也要与自己离婚。 在道贤眼里, 世贞这种根本不是爱, 真正的爱情是希望对方幸福, 是给对方所需要的, 能让对方感觉到的才算爱情。 世贞已从道贤对智秀的爱中明白了这点, 所以他会放道贤去找智秀。 随后世贞找到智秀, 将自己假怀孕的事告诉了他。 世贞请求智秀原谅他, 道贤是他第一次爱上的人, 他真的很想与道贤在一起, 虽然怀孕是假的, 但对智秀的歉意是真的。 世贞的转变让智秀感觉自己像个罪人, 他叫住世贞, 为自己刚打他那下道歉, 虽然世贞做了过分的事, 但自己没有打他的权利。 也对, 毕竟从另一个角度, 智秀也破坏了自己的家庭, 不过这些都过去了, 世贞希望以后两人在路上遇到后, 能装作不认识, 世贞为过去在电梯里与智秀打招呼的事道歉, 现在他终于能明白智秀当时的心情了。 道贤正在纠结该如何与智秀说孩子不存在的事, 智秀却先联系了他, 让他没想到的是, 智秀说要与在您复婚。 世贞来找智秀后, 让他意识到世贞有多爱道贤, 世贞自尊心那么强, 却为了道贤来求自己。 这让智秀很有罪恶感, 道贤强调他与世贞已经结束了, 如果再这样与智秀错过, 两人都会后悔一辈子的, 智秀表示这样与道贤在一起, 自己才会后悔一辈子, 他体会过被丈夫抛弃的痛, 所以知道世贞是什么感受, 让他不顾世贞的感受与道贤在一起, 他不会幸福的。 道贤能明白智秀这样的想法, 但他不能为了这个就曹帅的与在民复婚呀, 智秀解释现在的在民已经改过自新, 自己已经可以接受他了。 在智秀看来, 自己若现在与道贤在一起, 与当初的在民与世贞有何区别, 所以请道贤忘掉自己。 道贤失落地出去后, 却看到在民在等智秀, 一家三口要出去游玩, 看起来很幸福的样子。 智秀一路上都开心不起, 他不断告诫自己这样做是对的, 可难过的情绪却异于言表。 道贤独自在喝闷酒, 却突然接到电话, 称世贞喝药住院了, 等他赶到后世贞已经醒来了, 世贞让他不要多想, 自己没有享用这个挽留他, 只是和他分开后一直睡不着, 喝了点安眠药, 纯粹是好友误会了, 才将他送到了医院。 智秀独自躲在外面流泪, 在民问他是不是后悔了, 明明那么爱道贤, 为何要让自己演这出戏? 在民不明白智秀这么痛苦, 为何还要放走道贤? 另一边的道贤也在流泪, 世贞看到这样的他也很难过。 出院后世贞问道贤是不是自己这样, 让他不忍心离开, 道贤表示自己会陪他到痊愈, 等世贞身体恢复后, 他专门去了美容院, 然后神采奕奕地出现在道贤身边, 向他提了离婚。 看到世贞变成这样, 道贤很为他高兴, 同时也反省自己不该盲目地与他结婚, 都放下的两人很快去了民政局办理了离婚。 道贤从家里搬出去时, 祝福世贞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人, 世贞最后一次向道贤索要拥抱, 算是给这段单脚链画上了句号。 在民来向智秀道别, 自己要去外地当教授了, 以后智秀想见自己一面恐怕都难了, 出来后的在民泪流满面, 当初抛弃智秀, 成为了他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。 离婚后的道贤从电视台辞了职, 他准备做一名自由摄影师, 去记录那些未曾被人发现的风景。 十个月后, 智秀在报纸上看到了道贤的摄影展, 于是去了观看, 在这里他遇到了视针, 两人像过去约定那样, 将对方当陌生人直接擦身而过。 智秀向工作人员打听道贤的地址, 对方称道贤四处游走他们也不确定。 几天后, 智秀来到曾与道贤相遇的地方散心, 正在他思念道贤时, 却听到了相机快门的声音, 看到那边有人在拍照, 走过去发现近视道贤, 道贤的镜头随着风景不停转动, 突然智秀的脸出现在了镜头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